唐朝名将蒲顾淮安,平定安史之乱立下大功,授封魏王,后来为何谋反?这里是妙文史,订阅我,一起畅游历史。 知道蒲顾淮安的人不多,但是说起安史之乱就没有人不知道了。 蒲顾淮安就是跟随郭子怡平定安史之乱的将领,他在安史之乱屡见其功,获得封赏, 接着他又帮助回合平定叛乱,稳定了唐朝的边境,同时也加强了唐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,可是不久蒲顾淮安就谋反了。 那么蒲顾淮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其原因有两点,一起往下看吧。 我认为这第一点就是因为唐代宗的怀疑,我们知道安史之乱开始于唐玄宗执政的晚期, 而该叛乱结束于唐代宗时期,唐代宗在安史之乱平息后,对功臣名将就产生了怀疑,唐代宗为什么会这样呢? 原因很明显,唐玄宗时,安禄山就很得唐玄宗信任,结果安禄山出乎意料地发动了叛乱,打了唐玄宗一个措手不及。 唐代宗接受了唐玄宗的教训,因此功劳越大的将领,他越不敢信任,并夺了很多将领的兵权, 其中也包括蒲固怀恩,这让蒲固怀恩很不满意,感到很委屈。 唐代宗对蒲固怀恩等将领的怀疑,为蒲固怀恩的谋反埋下了伏笔。 二,宦官诬陷蒲固怀恩与回合勾结,是蒲固怀恩谋反的直接原因。 那么,唐代宗为什么会相信宦官呢? 因为唐朝宦官专权始于唐玄宗,所以唐代宗时期,宦官专权也已多年了。 唐代宗不信任将领了,但他还得要依靠一些人,依靠谁呢? 当然就是他身边的宦官,那么这些宦官为了能够掌权,当然就诬陷功臣名将。 而蒲固怀恩也不能证明他没有勾结回合,因为他的女儿是回合王妃,蒲固怀恩说不清楚这件事非常苦恼。 此时他在部下的劝说下,反叛了,蒲固怀恩兴于乱世,也是败于乱世,他的一生让人感慨万千。 他本是功臣,却受到猜疑和诬陷。 当然这不能完全怪唐代宗,因为蒲固怀恩也是有责任的,他将女儿驾驭了回合王子。 这本就是个隐患,唐朝与少数民族和亲一般都是宗室的公主,所以他的这个行为让人怀疑,也说明他做事不谨慎,蒲固怀恩被逼谋反告诉了我们,一个人不能有太大的失误,否则就会功亏一篑。 蒲固怀恩出生于铁勒部落,贞观末年,铁勒诸部归降大唐。 成为大唐镇守边疆的异族将领,安史之乱后,蒲固怀恩跟随郭子一东征西逃,在05营利唐宗宗,阿史纳从里叛逃,驻扎在朔方城外,威胁到唐宗宗的安全。 蒲固怀恩奉命前去征讨,长子蒲固斌不幸被俘,不久后,蒲固斌从阿史纳从里的部队中逃出,但未受到蒲固怀恩的亲切接待,反而将他推出帐外斩首示众, 以此激励将士,大败阿史纳从里。阿史纳从里败亡后,唐宗宗突发奇想,欲借助回歌兵,帮助大唐平定安禄山叛乱,而蒲固怀恩本就与回合同根同组。 因此,唐宗宗破例将蒲固怀恩的女儿封为公主,远嫁回合,受尽屈辱,却得到了回合的援助。 郭子怀收复长安后,蒲固怀恩成为朔方军的二号人物,专门抵抗业城安庆旭的进攻。 安庆旭曾多次发动奇喜,都被蒲固怀恩一一化解。 然而,唐宗宗对郭子怀的猜疑也已经到达顶峰,他迫不及待地将郭子怀换掉。 改用李光碧为朔方军节度使,蒲固怀恩虽然是武将出身,但却心思细腻,朔方军不满郭子怀患,联手抵制空降而来的李光碧,左乡兵马使张用记盲目自打。 冒冒然闯入李光碧的营帐,成为首个被斩杀的对象,而轮到李光碧邀请蒲固怀恩时,他故意带着五百个骑兵跟随身后,勉强保住了性命。 然而,李光碧与蒲固怀恩面和心不合,导致了平叛大军接连的失败。 在此时,北方强大的回合突然徽军南下,直逼太远,作为登里克汗的岳父,蒲固怀恩临危寿命,前往回戈军中,劝说登里克汗,在他的极力斡旋下,穷凶极恶的回合再次成为大唐的盟友,安史之乱后期,郭子怡被弃用,李光碧被架空,率领回戈兵马的蒲固怀恩,很快成为大唐军中功勋最高的将领。 甚至在平定史朝义后,唐代宗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蒲固怀恩的建议,将河北朱镇送到蒲固怀恩的怀中,因此,安史之乱后,蒲固怀恩取代了郭子怡,但是,河北朱镇本就是乱中根本,安禄山倒了,他们投靠史思明,史家父子倒了,他们又投到了蒲固怀恩麾下,一心想早点结束叛乱的唐代宗没有顾及这么多, 可河东节度使新云京却看到了河北潜在的威胁,然而新云京并非为唐代宗考虑,他更多的而是极度蒲固怀恩,短短几年内就爬到了如此高位,甚至蒲固羊也因此成为朔方军的二号人物。 巨大的落差歹,让他心怀不满,因此处处对蒲固怀恩使伴子,新云京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唐代宗的默认,尽管蒲固怀恩多次上书指责新云京都是迷牛入海, 一个占据河北的阿怒山搞得李唐江山支离破碎,更何况蒲固怀恩还有回合这个强大的外援呢,蒲固怀恩对回合越好,唐代宗越反感, 虽然回合对大唐评判有恩,却劫略两兜财宝美女,肆意凌辱大唐百姓,这种行为与侵略者无异,若不是实力不济,唐代宗绝不愿意与回合有什么来往。 可是,蒲固怀恩没有看到这一点。他仍然与回合十分亲近,甚至擅自带兵将新云京包围, 安史之乱才刚刚过去半年的时间,一个潜在的叛乱的种子已经悄悄燃起, 然而,新云京并未与蒲固怀恩火并,他仲会宦官洛凤仙, 欲见洛凤仙之口将蒲固怀恩钉死在谋反的罪名上, 与蒲固怀恩有八败之交的罗凤仙看在金钱的面子上, 答应了新云京的请求,就在他回长安的路上, 却被蒲固怀恩截下了,蒲固怀恩搬出母亲劝说罗凤仙, 甚至亲自为他跳了一段有异舞,然而罗凤仙已经拿过新云京的贿赂。 他对新云京的手段十分了解,既然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到, 趁着深夜,罗凤仙偷偷逃跑,回到长安,就把蒲固怀恩告了, 为了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,蒲固怀恩反唇相机, 将新云京和罗凤仙密谋诬陷自己的行为,告到了唐代宗处, 然而唐代宗却和起了悉尼,不处罚蒲固怀恩, 也并未对新云京二人动手。 蒲固怀恩对唐代宗此举极其怨恨, 他一家四十六口,死在了平叛路上,父子三人为李唐倾尽全力, 如今却要被一个小小的新云京牵制, 这是否意味着飞鸟尽? 梁公藏,狡兔死,走狗烹呢? 因此,他上书了一道六罪折, 故意提醒唐代宗不要忘记蒲固家的功劳, 然而他在奏折中对唐代宗指指点点, 甚至直言没有他就没有李家天下的行为触动了皇帝的敏感神经, 唐代宗恨得牙痒痒,内心无数次怒骂, 我认你很久了,可唐代宗还是不敢杀, 他需要试探蒲固怀恩, 故而派遣宰相裴尊庆前往河北, 利邀蒲固怀恩来朝树职, 并将他与新云京的矛盾坦诚不公地说出来, 蒲固怀恩根本不会来, 到了长安,他就失去了一切可以翻盘的资本。 苦等多日,不见蒲固怀恩身影的裴尊庆, 默默地离开了河北, 当唐代宗听闻蒲固怀恩不愿入朝的消息后, 呆坐半想,皱着眉头倒, 这下麻烦可大了, 王觉仁在《血腥的圣堂》中, 着重阐述了蒲固怀恩在安室之乱后, 内心思想的变化, 以及他对唐代宗父子的不满, 借此可以看出, 嚣张跋扈的蒲固怀恩早已经有了谋反之心, 哪怕是没有新云京, 单单凭借皇帝的无端猜忌, 也会出现另外构陷他的小人, 我与朔方将士, 功勋卓著, 贡献最大, 是先帝能够平定天下。 中兴大唐的核心力量, 更是皇帝流亡期间唯一的守护者, 可是天下安定后, 皇帝不仅没有给予我们特殊的赏赐, 反而听信宦官谗言, 肆意残害平叛大臣, 郭子怡受到猜忌, 被贬归家, 如今又轮到我身上了, 皇帝乱听乱信, 与指路为马, 没有什么区别, 倘若皇帝一味地执迷不悟, 又岂能保得住大唐江山呢? 我有六大罪过, 当初同罗部落叛变, 我为先帝扫平何取, 此罪一, 我的儿子蒲固斌被铜锣俘虏了, 艰难逃回来, 为了鼓励士气, 我将他斩首示众, 此罪二, 我两个女儿远嫁异国他乡, 换取回合援兵, 收复长安, 此罪三, 我与次子蒲固阳亲茂见语, 为国驰骋疆将场, 此罪四, 河北诸镇叛乱迭起, 我为先帝镇守此处, 安抚众心, 此罪五, 我收复回, 割住我大唐平叛, 天下安定后, 我又亲自将他们送出国门, 此罪六, 由此六罪, 盖当万死, 纵然含恨九泉, 也不应该抱怨什么, 只是我保不住身家性命, 陛下又能保得住家国安全吗? 当唐代宗看到蒲固怀安尚书的奏折时, 他气得浑身发抖, 这位功勋卓著的镇边大将, 正一件件帮着皇帝回忆他往日的功劳, 只是这样的回忆方式, 实在令人作呕, 强行压住怒火的唐代宗, 以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眼神, 看向宰相裴尊庆, 那眼神中充满了杀气和恐惧, 朕应该怎么做, 才能让蒲固怀恩像李光碧一样, 抑郁暴亡呢, 这是唐使读物, 血腥的圣唐, 所记载的一段君臣博弈的故事, 对此, 你怎么看,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妙文史, 订阅我, 关注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,